大家好我是一席之地的杨和苏 用这一席之地的早安 他说的笑话吗多少还是笑一下 敷衍笑话 早安 我我点搞笑 啊你太搞笑了 真假的 我你才不是 你才说我的笑话不好笑 对啊这样好搞笑的 行吧 嗯 这个是这个 他狮子座的他照顾人不是因为他想照顾 就是因为他 他性格里有这个他照顾人他爽 what 没有啊没有啊就是他很平常会很照顾我 早安是那种细节 在那种关键时刻 吹一把叫的时候他会 给我说几句很理智的话 对这一点我是真的是有感觉到的 你有吗我没有真假的 我完全没有真的吗 那你什么时候会生气的 好像很少啊 你装啥呢你 没有就是 确实很少生气 但是就现在有一席之地了 就必须要为这个队伍去生气 早安 这肯定是他 对没什么 为什么早安反响这么大呢 因为眼镜会封印他 所以说在他最需要勇气的时候 我就会把他的眼镜摔掉 然后他就会 非常的 生气 我现在知道什么事会让我生气 你自己再讲一下为什么你 就是平常 平常是不会生气的类型 但是就会把所有气都憋着到舞台上去放一下 然后放完以后就又回归到原来的样子 就大概是这样 呃都买 那个是你经纪人是吧 对他经纪人老请我们吃饭 没有各种他他经纪人请我是不是 主要是你经纪人请 是吗 对 他他他我对 就是我能感觉出来他苏苏 有些要求他是觉得不好意思提的吗 但是我能很敏锐的感觉到 比如说 哎呀 就是有些时候 安子哥你看我们是这样呢还是这样呢 其实我明显的感觉出来 哈哈哈哈 这跟撒娇的关系在于 就是你的语气中我们是这样呢 或者这样呢 你就是多 安子我们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 对吧 ok 你感觉出来 行 咱都思考 这一肯定要一起 我们四个人一起思考 对对对对 他 对我的早安就是很结合时事 然后写的东西也就我给你挺多 生活里面的东西的 对 我喜欢生活里这些 一样 我 对 好 早安就是这样 哎不算了这个我觉得吧 我们就站这 我们就站这 实话熟门兄弟 不是你看你这个彩虹的颜色 对吧 我其实觉得你这个你我就 算了下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 都熬 不是为什么 你他不好熬 那天四点钟 跟我说 因为他原来说 就比较熟 应该能找到他 但其实是你知道找不到的 对 但我那天确实 我就信了这个话了 我发了一下 没找到 然后从那时候 我就再也没找过了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是啊 但如果我一夜都没睡 等不到一条 哈哈哈哈 就今天了 都秒回 都秒回 真的都秒回 对 都回就挺快的 对 我们随时就是两三点钟 发个气 碰就回了 除非是他睡着的时候 早安 肯定比我会睡觉 对 我感觉你跟大家都挺 其实还没啥 没有 我们都是 彼此觉得彼此都是社交 社交大人 但其实都还好 没有 你比我会睡觉 谁最爱吃醋 what what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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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 不是 这个问题越来越诡异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早说你吃了出来的 你干什么 你 你什么吊装 妹妹 你什么 我真的 打怪吊装 别张纸 我剪一下 谢谢 怎么定义吃醋 我想知道 这个是啥是个 据说早安不是说 希望杨和素跟二万 battle一下吗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都是好兄弟 都是亲兄弟 但你那天找功夫 怕没叫我 我真的觉得你不够意思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是 这里是一席之地 拜拜